大家好,我是明板 我们开始第九节 抓取大V的历史微博 这节课我们 用的是例子是李孝来的微博 我们这个URL,我们复制它 然后到 地址栏里粘贴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到了李孝来的微博 看有些网 网速不是很好 大家看一下他这个 按网页的加载方式往下拉 他会有一个加载正在加载中 请稍后 你需要滑动鼠标 他会显示一个正在加载中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拉 他还会 随着你滑动鼠标 他才会加载更多的内容 看一直拉到底部 我们刷新一下大家再看一下 我们从这个网页加载完 然后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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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往下拉 他数据不会一次性加载完毕 我们需要 鼠标 往下滑动 滑动网页 他才会 将 下滑动网页加载完毕 这一边的 我们需要 接下来一个新的 选择器 Element School Down 他 大家看这个名字 Element 表示 原 结构体 我们之前抓过一个 讲58同志的时候讲过Element 结构体 School Down的意思就是 滚 滚轮 就是我们 一个网页的这边滚轮的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需要 滑动署标滚轮 他才会 加载更多的意思 这个选择器就是他可以帮自动帮你 滚 滚动署标 我们就选中这个 只有我们需要抓这种 需要滚动 才能加载数据的网页的时候我们采用这个选择器 然后 Select 我们 Multiple我们选中 我们来选一下 这些内容 我们Select 我们点击Select 我们选中 这个时候大家看 我们 我们先把这个DunSelect 大家注意看 我把这往下拉 大家注意看一下李先生来的微博 他有的微博是 单独的一条文字 有的微博是还有一篇文章 有的是有图片 有的还是可能还是转发 我们现在就只抓这个应该就是转发 我们现在只抓就是 他发的这些文字 我们用Element 结构体选中他的 每一条微博的这个 具形 这个大具形 因为 看起来好像 这个每一个大具形是一个 类型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之前说过 我们要判断 他是不是同一个类型 我们就需要 试一下 我们点击Select 我们 选移动 移动鼠标 让他 能就是 把这个 这个具形全部包围住 嗯 如果包围不住下面的话 我们就 选上面吧 我们选中 然后这款选中 好 大家看 他下面的 全部都已经 标红了 我们保存 当Selecting 好我们Element 减查一下 点击 可以发现他这块全部已经变红了 所以我们已经将 选中了 Delay我们 填2000 然后下面不用管 我们保存 好大家记得 我们上一章讲的 Element的选择器 结构的选择器 它不会抓取内容 它只是选中一个 网页中的一个 巨型 一个区域 我们需要在他下面 创建一个 只选择器 抓取这种的内容 Content 我们 点击Select 大家注意看 这块自动变红了 因为我们上一次 已经 他的 复选择器 大家注意到 我这次 我刚才见的是 直选择器 微博 我是点击微博 然后在他下面 Add newSelect 因为微博我们上一步 已经确定它为这个区域了 所以我们现在 点击Select 它会直接在这个区域让我们选择 我们就选中 第一个 它这个 是 文字 我们保存 我们保存 当Select Multip不用选 因为相对这一个句型来说 只有一条 这块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内容 Delay也不用选 因为 一个网页只需要Delay延迟一次 我们保存 好我们开始抓取 它弹出这个窗口 大家注意看这个窗口 它会不会自动下拉 就是我们有操作 大家看我的鼠标是在这个窗口之外的 我们看一下它会不会 下拉 这网页可能有点慢 大家看它自动自动下拉加载更多 看它还它还在自动下拉 看它还在自动下拉 它会一直拉到底部 如果 加载完成的话 我感觉刚才 我这个Delay有点小 需要把这个Delay调大一点 因为我 这回网络好像不是很好 我调成三秒 我重新抓一下 最后的Delay 大家也是根据自己的 毛络 来决定 好 它自动下拉了 还在自动下拉 看这个就是它拉到底部了 刚才上一次 没有拉到最底下面 可能是我的网络情况 好 这样完了 我们刷新一下 好 我们导出 导出到Excel里面看一下 大家看 它这一块全部都 抓到了 看抓了多少条 45条 我之前就是内瑟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 不同人他抓到的这个条数 好像不一样 看一下有没有高手这个 高手 我们到网页中 试一下 Ctrl F 高手 对 有一个 它这块 我们说了 当我们 只抓取的是 它的文字信息 最后的当然 也可以 也可以抓这个链接 这个 我们后面 学完以后 大家可以自己 探索一下 这块怎么抓 我这块抓了45条 应该是全的 我就不数了 大家下去 自己试一下 数一下 到底是多少条 好 这块 这个 Element 设置的话 Select的设置 只有这一步 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将Element SchoolDone 换从 不是 我们这块只用选从 Element SchoolDone 之前 我们 这是一个新的选择器 你如果 记得我们当 抓58 从那个 那块的时候 如果那个 练得很熟练 这个应该 不难 我们直接将 Element 换为Element SchoolDone 然后选中 第一个选中 第二个 当然我这 PVT里面 直接选的是 这块的文字 这块的选择的区域 大家自己 看你可以直接就是 选这块的文字 也可以选中 它上半部分 都可以 只要你选中了 这个区域 它是同一类型 可以选中两个以后 它可以全部 将下面全部选中 就可以 大家 这块 灵活一点 可以自己 稍微多尝试一下 再就是 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子选择器 因为之前讲过 结构体选择器 它只能选中一个区域 它无法就是 抓取真实的数据 我们这需要 在它下面 创建一个 子选择器 用来抓文字 抓文字的话 我们用text 要点解析 And let go down 它其实也是 一个结构体 只是多了一个 鼠标 下拉的功能 所以我们用它 抓取的时候 也需要创建一个 子选择器 对 它就是 一个结构体 选择器 只是多了一个 增加了一个 鼠标 自动下拉的功能 再看 animate school 要抓取的是单页 如果要抓取 所有微博的页面呢 大家看一下 它下拉 下拉 下拉到最下面 大家看 第一页 它也还有第二页 第三页 我们点到第二页 然后第二页 它也是不需要 下拉才能加载更多 下拉加载 一切是下拉加载更多 就是我们怎么能抓到 里下来的所有微博呢 就是所有页的微博呢 大家记得 应该会吧 因为我们这一页 用animate school 抓的是 抓的是 单独的这一页 但是我们分析一下 下次大家自己分析一下 第二页 第三页 有没有什么UR有规律 有没有规律 有规律的话 我们就结合一下 规律分页 修改一下 startURL就可以了 大家 给大家留一个 就是 课后的练习 大家可以试着 抓一下李小来的 所有页 它这块显示有三页 就把它的三页微博 全部抓取下来了 抓取下来试一下 我们这节的练习 例子只给大家教了 抓取 这一页 但是它抓 这一页是用下拉 可以抓取到一种页 但是它的 要抓取它所有页 需要 还需要用到规律分页 规律分页 我们上一 上一 上一节讲过了 大家 两个 试着结合一下 OK 下一节 我们会讲一些 其他的 就是 翻译方式 就是点击加载更多 而不是这种下拉 加载更多 OK OK 这种下拉 再订阅更多 再订阅更多